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10月19日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财经头条 今天华尔街把焦点放在了美国的房贷利率上面 那么根据今天美国房地美公司公布的最新美国抵押贷款的利率数据显示 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增加了0.08个百分点 达到了8% 而上一次美国30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为8%的时候还是2000年 所以23年之后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又达到了这样一个峰值 这个引起了华尔街的广泛的议论和关注 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今天表示根据他们的市场综合指数 经季节调整后截止10月12日的一周 购房贷款申请量比前一周下滑了6% 根据该协会称 经季节性调整后 购房或债融资申请总体下降了6.9% 这是1995年以来最弱的数据 那么美国人口普查调查局昨天也公布了相关数据 作为备受关注的新屋建设指标 9月份房屋开工增长量达到7% 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增长率为135.8万户 而前一个月只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这一增长主要是由多户住宅项目所带动 那么在枯燥的数据背后 作为普通的旁观者 我们从这套数据里面能够得到哪一些定性的一些结论呢 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美国的现在房地产呢 住宅销售速度降至2010年10月以来最慢的状态 就房子卖不出去 这是一个结论 第二个呢 是上市的房屋就打算出售的房屋 也变得非常期缺 就没有人愿意卖房子 那么截止9月底只有113万套房屋代售 那么这个比一年前又下降了8% 就第一房子卖不动 第二也没有房子可卖 那么第三个结论就是 抵押贷款的利率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那么就遏制了人们购房的能力 今天有一个结构性数据很说明问题 在以往在月度数据里面 就首次购房子一般会占40% 但是最近几个月 美国首次购房子只占27% 也就是说很多人从来没有买过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子 那么房地产市场形成的这个三大结论 LT感觉就很像经济学当中的一个滞涨的现象 就一方面房价还在上涨 就现在没有人卖房子 也没有人买房子 但是房价还在上涨 所以这是个美国房地产市场非常奇特的一个历史阶段 所以它非常像经济学上的这种滞涨 一方面物价上涨 一方面又卖不出去 所以目前的这个形势下 对于希望在美国买房的网友要非常谨慎 显然这是一个最坏的时期 就对于买房来讲 这是最坏的时期 那么有的网友会问了 华尔街为什么突然关心去人民群众的住房了呢 华尔街可没有那么善良 那么华尔街之所以今天来关注美国的房地产问题 是因为华尔街有自身的需求 相信网友们也能够猜想到 华尔街为什么会今天关注这个问题 那么在巴伦周刊的报道中 他引述了一位叫劳伦斯的经济学家 他的观点就能够解释 华尔街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 他们关注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劳伦斯说 与今年大部分时间一样 美国的住宅的库存有限 住房负担能力低下 阻止了房屋的销售 这个现象对华尔街意味着什么呢 他就反映出来 通货膨胀目前比较疲软 就业增长也比较疲软 房子又卖不出去 房贷利率又这么高 他就容易推导出结论 美联储根本无法继续加息 这是华尔街关注 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窘境的 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还是要拿这个现象向美联储施压 但不管华尔街怎么看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目前的抵押贷款利率 的确是太高太高了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加沙医院的这个爆炸事件的问题 在过去两天 国际舆论有关这个事件 舆论形成了过山测试的变化 在第一时间 国际主流媒体 一股脑的指责以色列 制造了这期惨案 但是昨天呢 这个国际舆论的就发生了逆转 多数媒体相信这可能还不是以色列人干的 这是哈马斯他们自己弄的 但这个事件究竟真相是什么呢 究竟是哪一方制造了这样一个 惨烈的这样一个事件呢 RT收集了各方面的信息 想与网友们来做一个梳理性的分享 首先第一 我们现在究竟知道了哪些内容 就是可以确认的有哪些信息 你不管是巴勒斯坦方面讲的 还是以色列讲的 那么经过国际媒体 国际机构 他们实地考察 向全世界呈现的证据 目前我们知道哪些信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是推测 那么目前知道的信息呢 有三个方面 就第一 这个爆炸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 那么目前包括巴勒斯坦 以色列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正义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加沙的阿赫利医院 而且具体的这个爆炸的地点呢 是这个医院的一个停车场 那么从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视频照片来看 除了停车场炸毁了一些汽车以外 周边的这个建筑没有大的损害 而且现场也没有出现通常导弹袭击 所留下的这种大型弹坑 很小的一个弹坑 这是我们能够确定性的 就是有证据的各方面都承认的现实 这是一个信息就发生在什么地方 发生在医院的停车场 那么第二个确定的信息 这家医院是谁控制的医院 这个医院在爆炸发生前是个什么状况 那么这个呢 也得到了国际媒体的普遍确认 尽管巴勒斯坦方面呢 没有主动提供一些证据 但是国际媒体还是很容易拿到一些证据 因为这个医院呢 是英国教会 就基督教啊 圣公会他们管理和拥有的医院 就这家医院并不是哈马斯拥有 也不是伊斯兰教组织拥有 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组织的一个医院 是英国人管理的 所以说这个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给舆论带来一些想象的空间 因为这个不可能是哈马斯一手遮天的一个医院 所以英国的医院 他们向媒体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信息呢 那么从目前来看 这个医院的医护人员呢 能够提供的信息呢 就是说遭受到爆炸 有人呢 伤亡 但是从目前来看 医院的医护人员无法提供伤亡的人数 而且当时呢 医院里面呢 拥入了一千多名加沙的民众 在那个地方躲避战火 这个是通过英国的这个教会医院 所掌握的一些信息 这是第二个能够确定的 第三能确定的就以色列军方他发布了一个视频 就炸弹爆炸之前的一个飞行轨迹的一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呢 被以色列军方他们自己撤出了 因为呢有人发现这个视频的时间 与当时的这个爆炸时间不吻合 那么以色列军方他也解释 就这个视频呢 他们的来源呢 不可靠 所以他们把这个视频拿掉了 所以这个也是能够确认的这个事实 那么有哪些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没法确认呢 首先第一呢是伤亡的人数 特别死亡人数 尽管从一些媒体取得的现场的录像 照片反映 不可能有500人或400多人上升 但是目前巴勒斯坦的卫生部 坚称有471人上升 那么这个呢是没有办法得到确认 这是这个伤亡人数的规模 是没有办法确认的 第二呢究竟是导弹袭击这个造成的这次伤亡 还是火箭弹引发的爆炸 这个是没有办法做最后的这个确认 那么从目前多数军事学家的意见来看 这个呢是属于地面爆炸 就更倾向于火箭弹的这样一种爆炸 而不像是一种啊导弹袭击爆炸后产生的结果 但是一家英国的这个武器专家呢 他提出一个观点他说以色列有能力使用无人机进行空袭 而且呢如果是无人机使用地域火导弹 这些导弹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但也不会留下大坑 就说你从爆炸现场那个坑很小 就排出是以色列导弹袭击 就他认为这个理论上来讲 就这个小坑呢也有可能是地域火导弹形成的 但是呢他又看了一下现场其他周边的建筑物的状态 他说呢也基本上可以否定否决 这个是以色列无人机使用的地域火导弹形成的 他如果是地域火导弹 他是表面爆炸 但是周边的建筑那肯定不会存在了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上呢 尽管理论上有可能是导弹袭击形成的 但是周边的这个环境呢 又没有办法得到印证 所以这个坑来讲 他认为大概率应该还是火箭弹的爆炸 那么为什么这些国际媒体不能够通过一些专家区的一些考证呢 或收集一些证据呢 因为目前这个区域已经被哈马斯封锁 就外界无法进入这个医院 如果能够到现场去采集一些弹片的残骸 包括一些炸药的残骸 现场的一些技术性数据的收集 也不难够判断出这个爆炸的原因 但是目前问题呢 就是进不去这家医院 所以也给留下了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 但不管怎么样 至少是目前国际普遍的舆论 即使包括一些反以色列的一些国家 也不再坚持呢 这个是以色列所为 但是截止到目前 就阿拉伯的一些国家 心事淡淡认为 这就是以色列人干的 不需要调查 那么今天以色列 他也点名批评了七家国际主流媒体 在第一时间 错误的指认是以色列干的 那么被以色列点名的 有路透社 美联社 BBC 华尔街日报 半岛电视台 纽约时报 洛杉矶时报 这七家都是最知名的这些国际大媒体 那么以色列认为 这些媒体呢 在第一时间刊登了以哈马斯来源的 头条新闻 而没有何时任何事实 但是目前对以色列最有利的一个证据 他恰恰又来自这个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是亲哈马斯的 但是半岛电视台公布的一份 他们拍的这样一个实况的视频 能够清晰看到这样一种啊 火箭弹发射 中途 有一个发动机停机 火箭弹的坠落 而且坠落的方位是很容易查证 就是落在这个医院 所以到目前为止 对以色列最有利最有利的证据 竟然是来自这个半岛电视台 相信半岛电视台呢 这也不是他的本意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件还会进一步发酵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就值得关注这场冲突的网友啊 高度关注 就以色列人下一步究竟会干什么 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 那么今天以色列国防部呢 宣布他们已经准备就绪 就对加沙发动地面战了 所有人员装备都已经到位了 那么一出即发 那么以色列人 这次攻击加沙 他们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那么今天 以色列时报 他有一个震惊各方的报道 就以色列的外交部长 埃利科亨 他接受了以色列军方电视台的采访 他第一次向外界 阐明了以色列 对加沙行动的这样一种目标 他说战争结束以后 不仅哈马斯在加沙不复存在 而且加沙的领土也会减少 那么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对外描述 他们的军事行动的这个目的 除了围剿 清剿哈马斯以外 要让加沙的这样一个版图缩小 那么为什么会缩小呢 那么今天国际舆论的普遍议论以色列的意图 LT看到的多数专家认为 以色列所谓的要缩小加沙的这个版图 很可能是以色列会把加沙 与以色列交界的一些区域 把它弄成一种缓冲区 隔离带 就在缓冲区内不允许有定居点 不允许加沙的人在那个区域来居住 这样来增加以色列安全的这样一种战略措施 那么以色列这个想法究竟能不能得逞 或者是以色列这个想法对于盟友盟国会有什么态度呢 目前其他国家还没有正式做表态 因为你这个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决定 这个只是外长对以色列电视台的一个讲话 相信其他盟国还需要进一步与以色列沟通 但是在相关问题上 美国实际上早就公开了他的态度 拜登曾经在接受哥伦比亚电视台采访时说 他认为以色列占领加沙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因为哈马斯分子并不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民 而且拜登公开宣称他支持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 那么在拜登做了这个明确表态之后 以色列人有什么回应呢 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 吉拉德·埃尔丹 在第一时间就回应了拜登这个说法 以色列方面表示 以色列无意占领加沙 但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消灭哈马斯 同一天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迈克尔·赫尔佐格 也做出了相同的表态 他称以色列不想统治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那么这个还是以色列外长说要缩小巴勒斯坦 在加沙的这样一个领土的范围之前 美国与以色列的一来一往 那么现在明确说了我不占领 但是我要缩小他面积 那么美国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这个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LTA判断了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公开支持 以色列缩小加沙的这个版图的面积 那么会不会默认这个是值得观察 但LTA判断美国不太可能公开支持这种战略意图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9月份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数据 那么数据显示 二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下降了0.3% 降幅比8月份扩大0.1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房价的下跌速度在加快 三线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呢 环比下降0.3% 降幅呢就要上个月有所收敛 也就是0.1的降速的减低 那么今天国家统计局在通报数据当中 他非常强调一线城市的状况 就一线城市9月份销售呢 与销售价格呢与8月份持平 其稳北京上海的新建住宅的价格呢 销售价格呢上涨了0.4和0.5 那么另外两个一线城市呢 广州深圳下降0.6和0.5 那么今天国际主流媒体 在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据发布时候 普遍引用的标题是 9月份中国新建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跌 0.3%降幅扩大 那ROT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普遍报道是一线城市房价有所上涨 那么同样一组数据 你看完全报道是两种结论性的方向 它实际上体现了就中国官方呢 他既要通报这些数据 但是呢 他又不愿意让社会感觉的这种数据呢 比较消极 所以他要摘出一些结构性当中 最积极的那一小部分数据展现给中国的民众 但事实上中国的房价在进一步下跌 而且呢 价格下跌的速度在加速 所以这样一个结论是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关注的 就对房地产市场啊 不要再抱任何侥幸的心理 要接触这个现实 它就是开始下降了 第五条值得网友关注的重要信息 也与中国房地产有关 就中国目前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碧桂元 今天又制造了两个大新闻 那么第一个大新闻呢 是碧桂元已经开始正式违约了 他在9月17号 有一笔1540万美元的到期的这样一个债券 他没有及时兑付利息 那么呢 按照债券的规则 他可以有一个月的延缓期 那么到9月17到10月17号 这个一个月的延缓期也到期了 碧桂元仍然没有兑付 这也标志着碧桂元正式违约 这个事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一个特别大的新闻 因为这个碧桂元被称为中国房地产业的优等生 就他的资产状况还算好的 就他如果违约的话 那么会让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这些房地产企业普遍失去信心 你包括融创 还忽悠华尔街 华尔街有些人还在相信 但是LT相信大部分中国网友不会相信融创那种忽悠 你拖了一年半都还不了美元债券的利息 那么你经过你这个所谓的重组 经过什么破产重组 你能够还得起吗 更加还不起的 但是碧桂元是一个风向标 碧桂元的这个违约 他会彻底打消一些华尔街人的一些幻想 那么事实上碧桂元呢 他也没有隐瞒他的这样一种困境 碧桂元在10月10日发的公告当中 实际上已经暗示了 只不过是华尔街内有一些债主们呢 他们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10月10日碧桂元的公告当中称 碧桂元尚未支付某债务项下本金金额 为4.7亿港元的到期款项 公司也预期无法入期或在相关宽限期内履行 其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偿付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下的偿付义务 你看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就是还不了钱 什么钱都还不了 但是华尔街还是要等到18号 等到他真正的违约开始 所以这个是今天即使排到国际财经新闻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 它是代表中国房地产业 那么碧桂元今天制造另外一个大新闻呢 是碧桂元自己公开辟谣 说公司的创始人杨国强和现在的董事长杨慧嫣 根本没有离开中国 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说创始人杨国强董事会主席杨慧嫣跑了 这个是不对的 这是不怀好意的 因为这个新闻呢 让这个舆论呢 也感觉的非常可笑滑稽 因为碧桂元目前呢 还并没有那样一种舆论说 中共要抓碧桂元的老板 你不像许家印 许家印呢 几乎在中国的舆论倒计时的时间数数 过程当中被中共抓的 那么目前还没有这样舆论说 倒计时中共要抓杨国强 和杨慧嫣 但人家自己批啊 我们也跑 那么LT看到这么一个新闻 而且在中国这么广泛的流传这个新闻 LT的第一反应呢 可能碧桂元这个声明呢 此地无银三百两 很可能是中共对杨国强杨慧嫣 发出了边控 或者限制出境的内部命令 否则的话 杨国强 他回到新西兰 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的 他国籍早就新西兰的 杨慧嫣的这个国籍 公开的国籍 除了中国国籍以外 还有塞浦路斯国籍 他们离开中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杨国强在过去的20年里面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新西兰遥控的 所以他遥控也是一直在指挥公司 那为什么杨国强 今天要特别强调 没有离开中国呢 所以这个就有点画是天竺 LT感觉他可能传递了 杨国强本人可能是被中共官方边控了 那么如果到了边控这样的状况 可能中共呢 也会对碧桂元呢 采取一些措施 因为这些公司啊都是到了一种大而不能倒的地步 你包括中共现在控制了恒大 恒大一万多亿的这个贷款怎么办 谁来兜底 谁来接盘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碧桂元如果倒了麻烦会更大 所以今天碧桂元这两个新闻呢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中国房地产形势在进一步恶化 而是并不是得到控制或者是好转 所以这对于我们判断中国的房地产形势和中国的宏观 经济形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最后再与网友们一起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重要的问题 彭博社他做了一个深度的分析报道 他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对普京的赌博会有回报吗 这个问题值得网友们来认真来琢磨一下 这次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一带一路十周年这种大庆的典礼 那么在中国这几天都被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盛会舆论所笼罩 相信翻墙的网友 你可能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感受 你看你看到国际主流媒体这两天对北京举行了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庆典的这个关注的新闻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很少有主流媒体去谈论中国的一带一路 谈论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国际的主流媒体把焦点都放在了普京身上 一带一路这个论坛开了两天 整个时长三天 三天的主角都是普京 每天的来自北京的头条新闻都是有关普京 就习近平的成了一个背景了 就他请客普京来演戏 或者他搭台来普京来表演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现象了 那么普京成为这次北京舞台的绝对的头一号 他就促使了彭博士提出这个问题 就习近平在全世界面前秀他与普京的恩爱 他押注普京 赌上普京这一波 那么这个赌博对中国 对习近平有没有好处呢 或者值不值得赌这一波呢 所以这个问题啊 提出本身都还是非常敏锐 非常智慧的 值得大家关注 我们来首先来回顾一下 看普京这次在北京的表演 他利用每一分钟 每一个镜头来宣示 他才是这场北京盛会的主角 昨天普京一条新闻呢 上了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榜的前列 是个很无聊的这样的新闻 就是普京来华吃了什么 这是近日网友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所以仅仅因为这么一个新闻 而登上了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榜新闻的头条 那么普京究竟吃了什么呢 普京也利用中国人民的好奇 他也炒出这个新闻 普京主动对记者讲 他在这个国宴上 17号晚上的习近平的大型国宴上 他就喜欢两道菜 一道菜是北京烤鸭 第二道菜是蟹黄烧麦 而且还给中国人讲了一个故事 他的理解 说蟹黄烧麦一看就很有中国文化 你看那个烧麦团结 维和 体现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智慧 中国的文化传统智慧 在普京一描述 中国人民就感觉很自豪 你看烧麦体现了 我国历史文化和智慧 那个智慧弄到烧麦里面去了 但不管怎么样 因为普京说的 所以中国人民听起来就很自豪 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 就中国人民为了表达对外国有人的敬仰 特别喜欢的人都愿意来制造这样一种 他们吃了什么来作为热爱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 你包括马斯克到北京 吃了什么成为中国热门新闻 这一次你看普京吃了什么也成为热门 实际上他那么大一个国宴参加的人几百人在那吃 但是中国人民只关注普京爱吃啥 而且普京也能够点出中国人民的自豪 这是一个新闻 大家可以值得了 你看普京他多么会演戏 第二 普京昨天与习近平密谈了三个小时 那么密谈了什么内容呢 习近平是没有对外讲的 习近平不讲 那这个事就不能够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了 人家普京自己跑北京支个桌 人家弄了一个这个记者会 就一个很简易的发言台 人家自己对邀了请一帮记者来 人家自己来谈 普京是怎么说的呢 普京告诉记者说 我与习近平密谈了近三个小时 那么在三个小时期间 我们针对国际经济 金融政治 以及中东乌克兰等问题 进行了意见交流 并强调外部威胁 正在让俄中关系持续升温的重要因素 普京强调 我们面对面讨论一些非常机密的问题 这是谈话中非常富有成效和内容丰富的部分 你看这个普京 他是不是在故弄玄虚呢 你既然是秘密的交谈 你为什么要又来宣扬呢 好你宣扬了又没讲内容 似乎有什么很秘密的大交易 他无非是想让全世界的舆论来关注 我跟习近平有多么好 所以你看从以上两条新闻 除了中国人民热爱普京 普京也极其善于撩拨中国人民的这样一些情绪 同时普京呢 他自己每天都在制造新闻 吃个饭他也制造新闻 跟习近平密谈人 习近平没有讲 他要对外讲 怎么密谈的时间 密谈内容 实际上什么也没说 但是他装出一副很神 或很玄乎的样子 的确吸引了国际舆论 那么正像普京希望导演的这样的舆论效果一样 网友们也通过翻墙也能看到国际主流媒体这两天评论 最多的就是普京与习近平的关系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 那么彭博社他是怎么来分析 习近平押注 普京有没有回报呢 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来看看彭博社他怎么分析的 彭博社他提出来七个方面的观点 他第一个观点呢 他提出来 这次西方媒体对普京到北京访问 一股脑的强行标注成 普京来发展进一步发展中俄无上限的关系 就这个让中共很难受 因为中共早就宣布了 那个无上限呢 是随便说说的 这个中国跟其他国家也是无上限 这是中国驻欧盟的这个大使讲的 而且呢 中国官方在今年正式场合 从来不再提无上限了 而且把无上限的那个提出者 那个乐玉成啊 也给赶出了外交部了 就中共方面呢 想收回无上限 但是不 俄罗斯人家不收 人家普京每天还在对外讲无上限 国际舆论的这次报道 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盛会呢 中心词就是普京来发展无上限 所以这个让中共很难受 那么彭博社他也采访了 中国的一些外交专家 这些外交专家对彭博社讲呢 就中国内部啊 这些智库也在反思 说中国跟俄罗斯这么密切交往 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 就除了中国能够多出口一些汽车 电视 手机 以及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之外 就中国不再可能从俄罗斯得到更多东西 所以这个也引发了 中国内部也在思考 是否值得对普京下太多的赌注 所以这次彭博社他点题就是说 不仅西方在研究中共 习近平值不值得下这么大赌注 实际上中国内部也有这样一种思考 那么从外部的观察呢 就华沙东方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雅库普说 就他们也认为在中国方面看来 就普京并不是习近平理想的伙伴 就普京呢 他有对中共有利的 也有些不利的 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 就中国内部开始反思 外部也在质疑 习近平过多的压住普京 就这次一个方面分析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彭博社他就提出一个他的观察 就习近平呢 也在希望表达一种平衡 他什么平衡呢 他一方面他要力挺俄罗斯 支持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 但是同时呢 习近平也希望与美国建立稳定的关系 他并不希望与美国多么亲密 但是他希望与美国建立稳定的关系 那么他与普京的过于密冲呢 又破坏了中国与美国 建立这种稳定关系的可能性 所以这次彭博社他的第二个观察 就你值不值得 他就出现这么个问题 就习近平想维持一种呢 他能够控制的一种稳定 他不愿意现在爆发激烈的冲突 但是你压住普京就会带来这样一种激烈的冲突 那么第三个方面 普莫社分析呢 说习近平呢 他现在自己啊都麻烦缠身 他除了普京 压住普京 会给他与西方关系带来风险 就他自己麻烦也重生 他哪些麻烦呢 就经济放缓 又出现了一些政局的动荡 他的外交部长 国防部长都被赶下台 而且火箭军 全军覆没 所以习近平他本身 他在压住普京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内部也让他焦头烂额 这是他第三个分析 第四个分析 普莫社指出 在北京 中国官方的智库 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北京他们发现 只要国际舆论继续将中国与俄罗斯 放在同一类别当中 实际上就意味着 烧毁了中国通往欧洲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桥梁 就并不是中国内部 他毕竟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党 他有些庞大的一些研究机构 就他们现在确实也意识了这个问题 而且欧盟的领导人也直接点出来 就中国与欧盟之间最大的问题 就是俄罗斯问题 这是他逻辑推演的第四个层次 第五个层次呢 普京被国际刑事法院 发出逮捕令之后 这个也让中共习近平 帮普京背上一些包袱 你比如这次普京到北京访问 是普京首次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以外的区域去访问 那么也让中国脱入了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这样一种对立面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尽管中共呢 他有意的收缩 或者有意的低调 与俄罗斯的关系 但是俄罗斯方面 不断在高调的在宣扬 在宣扬与中共的亲密关系 那么第六个方面 彭博斯他这边分析报道 他在推演进一步推演逻辑 就中共的与俄罗斯方面的 的确也有些间隙 的确也有些不同 比如说中共他公开反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核威胁 而中共反对这种核威胁 它是来自于他的这种历史原因 因为在1969年 苏联曾经用原子弹威胁过中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中共党内对于反对俄罗斯 用核武器威胁乌克兰 在中共党内是有共识的 那么这一点来讲 对俄罗斯来讲 它又形成了一种制约 甚至也引起了俄罗斯内部的不满 而且中共也不止一次 非常直接了当的表达 不支持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领土 包括至今不承认俄罗斯拥有克里米亚 所以像这些问题上 中共他还在似乎守住他的一些底线 但俄罗斯在大耳化之 俄罗斯想对外宣称一种 制造一种印象是没有分歧 那么第七个方面 普莫斯他就亮出了他的财金 大腕的这样一种功底 他说从这种两国交往的这种结论上来看 你也能够看出 就中国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 就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以后 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 那么加深了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 那么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 会不会让中国趁火打劫 或者让中国捞到足够的好处呢 那么仅仅从俄罗斯以中国的贸易来讲 的确是大幅度上升 那么对中国的总体利益 是否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呢 普莫斯的数据 让LT感到还是很震惊的 普莫斯他找出一个 让中共让习近平很难堪的数据 在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之前 就人民币最高 在国际化世界外汇的储备当中 占4% 那么到今天人民币国际化 而且俄罗斯又不得不用人民币交易 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到目前是个什么状态呢 只有3% 也就是说比普京侵略乌克兰之前的高峰点 4%还要低 就普莫斯他希望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你利用了普京俄罗斯受制裁 你增加了中俄的这个贸易 但在全球来讲 因为你沾上了普京这样的污点 你受到全球一些挤压 你的国际整体利益在下降 而不是上升 而且这种下降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你跟普京太亲密了 所以彭博社这个报道 他逻辑推论到这个地步 大家可能就能够体会到他这篇文章 他希望形成的一种结论 是习近平一味的押注普京 会给中国带来风险 那么对于彭博社的这个新闻呢 LT想与网友 再补充三个方面的观点 就第一 俄罗斯与中国的这种密切关系 有利有弊 但是俄罗斯在有意的夸大 对中国不利的一方面 这个倒是值得中国最高决策者要关注 或者要值得中国舆论要关注 在这次一带一路峰会之前 在普京去北京之前 俄罗斯官方媒体制造一个大新闻 向全世界宣布 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向全世界宣布 目前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战争中使用的无人机 全部来自中国 这个是向习近平呢 这个背后是统了一道的 因为现在国际舆论你看一直观说 普京这次到北京去发展无上限关系 那么无上限关系在国际社会最提防的是 北京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 那么北京现在只承认民用无人机有些销售到俄罗斯 但是人家俄罗斯财政部长人 我们所有的无人机 包括这个军用无人机全部来自中国 关键零不见 而且还要感谢中国 就是你想啊 跟我分开撇清关系没门 我要把你绑上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事件能够支持普摩斯这个观点 就俄罗斯也知道中共呢 想在某些方面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减轻他的国际压力 但是俄罗斯认为没门 你想跑不行 人要把内幕公开 要把你绑上 想跑跑不了 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 第二呢 你看这一次普京到北京访问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陪同 但是大家注意到今天有个大新闻 拉夫罗夫陪同普京到北京之后 中途离场 他怎么中途离场呢 17号到北京 18号人家拉夫罗夫就走了 大家想一想 像普京这种独裁者 他带外交部长出行 之前有没有这种先例 陪了一半走了 因为你到北京一共普京只待三天了 你拉夫罗夫怎么那么忙就不能够陪完普京再走呢 显然这是俄罗斯故意做出的一种姿态 拉夫罗夫中途退场去哪了呢 去朝鲜了 而且到朝鲜以后 拉夫罗夫高度评价 感谢朝鲜坚定不移支持起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你看俄罗斯方面从来没有公开赞扬中共支持他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那么拉夫罗夫中途退场 到朝鲜去 直接了当的来赞扬朝鲜对他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 这个就显示了俄罗斯对中国在这方面的还是不满的或者是有距离的与朝鲜的态度 还是有差距的 那么俄罗斯外长这么一个插曲 他实际上向外界传递的是 我俄罗斯并不是现在求证你北京 我并不是离不开你北京 所以一方面第一条新闻是俄罗斯要把你绑架 你想跟我划清界限划清不了的 第二呢就是我也没把你太当回事 我外长中途就离场 那么第三个来补充或者佐证彭博士的判断呢 就今天很多国际媒体报道了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 对这次普京与习近平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上的一些表演 那么博明就指出这次普京到北京啊 就是中俄继续无上线的伙伴关系 他们这种伙伴关系 目的就是试图搅乱世界和平秩序 你不管你们西文艾也好 还是拉夫罗夫中途退场也好 还是俄罗斯的财政部长要绑架中共也好 你看在博明看来 你们就是在搞无上线 你除非是你们俩决裂 或者除非你们明确提出来有哪些不同 你们没有那样的表达之前就是不上线 你想撇清撇不了的 第二你们在一起搞无上线想干什么事呢 就是扰乱世界和平 包括博明举例 你包括最近对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 你看俄罗斯与中共一唱一和 明里面里来为哈马斯来证明 所以博明他就提出怎么来面对这种现象 博明认为美国需要让中国知道和俄罗斯捆绑是有代价的 美国应该向我们的盟友靠拢 邀请其他伙伴加入 并向北京明确表示 他们将付出相关的代价 不仅是民意的代价 肯定有民意的代价 而且也由于独裁政权联合的经济代价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感受到 就习近平压保压住普京 就这个事件在国际上是有广泛的争论争议 在中国社会也引起了一些悄然的反思 但是对于一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的习近平来讲 他无力解决已经压住普京的这样一种现实 他不能够自拔 即便是中共党内有一些反思 但是习近平没有那样一个自我修复自我调整的能力 所以这个是值得中国社会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因为它直接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